娟娟,你就嫁给他吧,虽然这小子坐过牢,但是人还是挺不错的,我是你的亲哥哥,怎么会害你呢? 在我面前苦口婆心的人,正是我的哥哥,他劝我嫁给嫂子的表弟,毕竟我的年纪也老大不小了,经常被村里人笑话为老姑娘。 在我们这个农村地区,女孩子一般早早就嫁人了,如果谁家的姑娘超过25岁还没有找到婆家,那么就会被村里人笑话。 所以很多农村家庭为了避免嘲笑,就会把自家的姑娘赶紧嫁出去,不仅可以捞得一笔丰厚的彩礼钱,同时还说明家里的姑娘非常受欢迎。 我叫林娟,今年28岁,目前仍是单身,家里人为了我的亲事可以说忙得团团转,每个月光相亲的男生不下几十个,甚至有时候二婚的也被介绍过来。 对于相亲的事情,我已经变得麻木,有时候甚至想瞎找一个应付父母,但是始终过不了心理这一关,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浑身都难受。 其实他们早在三年前就开始给我介绍对象,那时候我总是以工作忙进行搪塞,但是如今马上要面临三十岁的阶段,家里人就催得更紧了。 现在哥哥直接给我介绍一个坐过牢的人,我的内心也是无比地心凉,我好歹是他的妹妹,为了结婚根本不顾对方是什么人。 这位坐过牢的人名叫李志军,也是我嫂子的表弟,虽然我们接触的不是太多,但是对他的事情也略有耳闻。 六年前,他跟广东的老板一起去外地做生意,因为老板手上带了不少现金,在路途当中被一些有心之人发现。 就对他们进行了抢劫,李志军为了保护老板的现金,直接跟对面的人打起来,最后由于防卫过当,被关了半年。 虽然李志军的行为非常正义,但是毕竟是坐过牢的人,所以很多村里的人都不愿意把姑娘嫁给他,觉得名声太不好听。 在我们这个村子,名声就是一个人的脸面,如果这家人的名声非常不好听,那么就算这家人的条件再好, 也不愿意把姑娘嫁给他。 所以嫂子的表弟一直也没有找对象,哥哥跟嫂子经过商量,可以让我们两个凑成一家人,这样完全是亲上加亲。 而且都是自家人,表弟什么模样,哥哥也是看在眼里的,所以哥哥才会让我嫁给他,一直在我面前说好话。 一开始我也是非常拒绝的,觉得对方的名声非常不好听,而且我也是村里的大学生,总不能嫁给坐过牢的人吧。 所以,没好气地直接给哥哥拒绝了,但是哥哥好像心不死的样子,一直在给李志军说好话,说他当初就是为人比较正直,所以才会有坐牢的这件事情。 可以说,哥哥在我耳边整整说了一个月,我才答应见李志军一面,不过这一面如果印象不好的话,那么哥哥就不要再来烦我。 哥哥看到我终于答应见李志军一面,也是屁颠屁颠地找嫂子去了,最后哥嫂一家协商好,三天之后在一家饭馆见面。 见面的这天,我也没有特意地收拾,因为害怕自己收拾得太过漂亮,对方看上我,所以穿得土里土气地就去见面了。 刚到约定的饭馆之后,就看到哥嫂已经到了,不过却不见李志军的身影,这也让我对她的印象更差了,毕竟她迟到了。 嫂子劝我不要着急,说志军忙些工作上的事情。 让我看看菜单上有啥好吃的,自己先点些吃,这顿饭也是李志军报销。 听到嫂子这样说,我也是毫不客气地点了几个自己爱吃的菜,本来心里也是看不上对方,还不如饱餐一顿回家睡觉。 就这样,我狼吞虎咽地吃起了自己点的大肘子,觉得用筷子夹不过瘾,直接用手拿起大肘子啃,不仅方便还过瘾。 正当我吃得起劲时,耳边突然听到了一句小姐,需要纸巾吗? 我抬起头一看,完全被对方惊呆到了。 眼前男子的身高足足有180,长相也是非常的帅气,收拾也很利落,甚至嘴巴里还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 我吃饭的动作一瞬间停止了,直到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,我才反应过来,赶紧把肘子放在了盘子上,害羞地说不用。 原来这个人正是李志军。 完全和我的印象天差地别,我一直以为对方是又丑又邋遢的人,没有想到是一个大帅哥。 内心也是特别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打扮,而且穿得也很邋遢,举止行为也是非常的吐离吐气,心里暗暗后悔又要错失这段缘了。 看到李志军找个凳子坐下来之后,先是给我礼貌地道了歉,说今天有一单生意非常的着急,所以没有及时地赶过来。 自从看了李志军的样貌后,他说什么我根本听不进去,为什么这么优秀的人,被村里人传得那么不堪呢? 我和他简单地进行了几句交流,然后他就走了,哥哥看到我在饭桌上并没有太多的热情,以为我看不上他,就准备带着我回家。 还是嫂子细心地问我,他表弟怎么样,我满脸羞红地看着嫂子,夸他真的是太帅了。 而且还是服装公司的经理,这完全就是妥妥的优质男,也没有村里传得那么糟糕,为什么村里人听了他的名字都很避讳,更不愿意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他。 嫂子耐心地给我说,李志军从小长相就非常的帅气,所以周围有不少女孩子喜欢他,后来志军去服装厂工作,里面的女员工更是疯狂地追求他。 其中就有一个叫张雪梅的女孩,对志军更是展开了疯狂地追求,每天中午给他送饭,甚至还到处传言两个人在交往。 这让志军在场里受到不少人调侃,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,所以就和广东的服装厂老板一起去外地谈生意,这样等到张雪梅冷静下来,自然就好了。 后来就在路途当中不慎遭到歹徒的抢劫,志军为了保护广东老板的财产,就和别人干了起来。 由于他为人比较正直所以,就把对方打得有一些严重。 这件事情也被张雪梅知道了,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,只要把李志军的名声搞臭,别人不愿意把姑娘嫁给他,那么他就会有很大的机会。 所以,他就去村里到处散播谣言,说李志军坐过牢,在张雪梅的添油加醋下,村里人开始对李志军非常的避讳,甚至更不愿意把姑娘嫁给他。 不过这件事情对李志军的伤害也非常大,他更不愿意找对象了,所以才会导致他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,家里人也非常的着急。 这次李志军答应出来相亲,也是母亲下了死命令,再加上和嫂子的关系尽,所以才勉强挤出时间和我相亲。 听了他的故事,我也是非常心疼,原来长得太过帅气,也是一种负担,既然哥嫂给了我这个机会。 那么,我一定要珍惜,不过真的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打扮,这样就会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,对方才会愿意和我接触,我才有机会拿下他。 回到家里,我对哥嫂说我非常满意他,让他们问问南方的意见,如果觉得我可以的话,可以尝试地交往一下。 几天之后,南方给出了回信,说对我的感觉还可以,觉得我是一个踏实的姑娘,可以和我进行下一步的接触。 听到这个消息,两家人都是开心地笑了,毕竟没有想到我们人两个能看对眼,比较我们在外人眼里也是非常的挑剔。 一个星期之后,李志军发出邀请,说想带我去城里的公园逛一逛,面对这个绝佳的机会,我肯定会欣然答应。 不过,对比上一次的见面,这一次我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漂亮。 穿上了一件碎花的小羊裙,还梳着两个马尾遍。 达到指定的地点后,看到他早早地在公园门口等待,他穿了一套非常休闲的衣服,比起上一次,感觉这次亲切了不少。 他看到我之后,也是非常的害羞,我们两个人就在公园漫无目的地逛街,这个时候老天爷也是非常的不做美, 突然就下起了暴雨。 不过我们两个人并没有选择去避雨,而是在暴雨当中行走,这也让其他避雨的人感到惊讶,我们却在雨里笑了出来。 好像都是在释放自己的压力,也不想顾忌别人的眼光,所以这次的约会,也让我们两个人的感情升温了不少。 他会经常带我去城里吃饭,给我买十星的衣服,甚至一个星期带我去看两次电影,这也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小女人。 在两个人的相处当中,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男人,他跟很多村子里的男人不同,他会给女方准备很多浪漫的惊喜。 所以我也有了和他结婚的想法,觉得这么好的男人肯定不能错过,我们在交往一年之后,我就提出了结婚的请求。 当我说出有结婚的想法时,他突然哭了,并表示道自己坐过牢,而我也是村里少数的大学生,感觉配不上我。 面对他的质疑,我却坚定地表示他非常的值得,而且坐牢的原因也是因为他非常的正义,并不是自己的过错。 看到我对他的肯定,他也放下心中的疑惑,决定回家就商量结婚的事宜,并表示一定给我全村人都会羡慕的婚礼。 当他家里人知道他要结婚的时候,完全惊呆了下巴,觉得家里的铁树终于要开化了,并且尽快地筹备结婚事宜。 李志军为了给我一个别人都羡慕的婚礼,选择把婚礼办到城里的酒店,这一行为可以说让附近很多姑娘都非常的羡慕。 甚至还在城里给我买了一套婚房,房子的名字也只写了我一个人,在当时很多农村家庭会极少在城里买房的。 大多数人都会把农村的房子简单装修一下,而李志军给我买房子的消息也传遍了附近村子,不少长辈都夸我好眼光。 结婚这一天,我和李志军盛装出席,穿上了当下最时髦的婚纱和西服,很多参加酒席的亲友们都夸我们是金童玉女。 当很多人看到李志军的相貌,才知道他本人仪表堂堂,都后悔自己听信了谣言,才错失这么好的女婿。 很多姑娘看到李志军穿上西服的样子非常帅,也是为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。 要不然,自己就能居住在城里,还能在城里办婚礼。 可以说,这场婚礼也是让很多农村的亲友们,对我们刮目相看,也知道李志军坐牢的真正的原因,不过就算后悔,也为时已晚。 现在我和志军结婚五年了,从来都不会吵架,甚至还会在每年的结婚纪念日,给我准备好蛋糕和蜡烛,让生活当中充满浪漫。 这是很多农村妇女们都想象不来的,因为很多农村的姑娘结婚之后,都会给婆家干活,甚至还要遭受婆婆的白眼。 而我居住在自己的婚房当中,也不会和婆婆有太多的接触,婆婆偶尔会送来一些肉和菜, 打个招呼就会回家了。 哥哥和嫂子看到我如今幸福的生活,也是非常庆幸把我嫁给坐过牢的弟弟,不然以我的年纪,也很难收获这种幸福。